一人朱克亮三年前重出江湖 一舉拿下了金鐘獎 最佳綜藝主持人獎 但是今年呢 儘管朱克亮主持的節目 穩座收拾冠軍 卻成為金鐘遺珠 今天呢 朱克亮再度發表了感想 儘管嘴上說自己不介意 但是聽起來話中有話 因為我這個人呢 看得非常開 中獎 我以前在籤牌都不會中啊 對不對 我就知道 這個隊中不中啊 我都很了解 時間到我就知道了 傷心一下而已 那我有沒有入圍 那沒有關係 我說實力好沒有入圍 人家有講啊 人家有在講啊 說這個 跟說實力沒有關係啦 高低沒有關係 看節目好壞 對於沒有入圍呢 朱克亮曾經說是 評審的水準不夠 但是呢 他還是尊重評審的決定 他還是尊重評審的決定